A是油猪身上有个浴缸 是真的浴缸 而且是用昂贵的钛合金制作而成的 它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飞行员能够活着回到基地 为此哪怕付出整架飞机空重的将近一成也在所不惜 当然这个重达540公斤 由最薄13毫米 最后38毫米的钛版拼接而成的浴缸表现也十分优秀 经过测试 它可以承受出23毫米火炮的连续打击 甚至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之下 连57毫米的火炮它都给防住了 那是在1991年的1月 F生上校驾驶着自己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严重受损的A10攻击机 勉强降落到了位于沙特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 此时它左边起落架上面的轮胎已经炸掉 正在冒出滚滚的浓烟 而刚刚经历的空中噩梦更是历历在目 右翼被打成了塞子 油箱在拼命的漏油 甚至连挂在机下方的一枚小尾蛇 都被击中后自己给穿了出去 能够活着降落到地面已经是相当幸运了 可其实 F生上校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更幸运 当事后检查飞机时 他们一共输出了378个弹孔 发动机挨了45下 小尾蛇不知道挨了多少下 因为它已经飞出去了 驾驶舱下方 也就是F生的屁股底下 则挨了17下 还都是那种超大的弹孔 所以很不幸这架A10应该是被一门四连装57毫米的防空炮的四发炮弹都击中了 但是它也是相当幸运的 因为在这样的打击之下 它的钛合金浴缸都没有被击穿 只是多了很多的裂纹而已 用F生上校的语言话来说 如果不是泰鱼缸 我可能就不会站在这了 很厉害有没有 可其实这只是A10 一架被设计成拥有全面生存能力的飞机的100多项安全功能里面的一项而已 难怪即便到了现在它也无法被淘汰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个想听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安排上 咱们仔细的来讲一讲A10游主 咱们仔细的来讲